歡迎 介紹兩組來賓 聰明帥哥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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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兩組來賓 聰明帥哥 是 我們曾老師在帶隊 好帽名也是聰明 變淨華也是高材人 我不是 其實我是裡面打混的 我是笨蛋 我算是笨蛋 我們有帥哥 阿林一直說 我們是聰明 他是帥哥 沒有 不是 他覺得我們在延遲 前面聰明的部分 沒有 他們是聰明 真的 楊潔老師上次還拿到冠軍 對啊 我們精英賽的冠軍 好像獎金六千多還七千多 七千多 對 那個很難 因為最重要對手都不是笨蛋 對手都是精英 不像今天 今天對手也蠻像的 但是答人 公平最近在做那個Podcast 對 因為其實 最近剛好我們那個Podcast節目 破四百萬點閱 很厲害 他來入選到Apple Podcast 編輯精選說 最讓人捧腹大笑的節目之一 那因為我們是做愛情相關的主題 所以我這次就是特別請到這個 楊潔老師想要來取經一下 因為他畢竟做節目也好 著作也好 很多都寫到相關的東西 是啊 三位 歡迎三位 這組還要問嗎 這組我看逛過去好了 對啊 有很重要的事情 有什麼重要的事情 你們兩個兄弟 有什麼重點的事情 沒有啦 我們大姐 對啊 音樂祭女王 等一下... 為什麼講落不甘願 為什麼音樂祭是那個Season Festival 音樂祭就是音樂節的意思啦 講音樂祭好像比較厲害 因為我主持很多音樂節 所以很多記者就說音樂祭女王這樣子 音樂祭 你們都很喜歡把音樂... 然後很猜就 沒有... 我剛剛是講得很正確喔 音樂祭 女王 然後第六張的單曲了 對啦 台灣笑起來 演員 好看... 色彩好鮮艷 來... 每一次都這樣 可是這一次有人跟你FIT 對 這一次有人FIT 這一首歌是我第六張單曲的 叫做來 你們跟我一起唸一下 要很遜感念 西班牙文 PASSION PASSION 對 PASSION就是PASSION 熱情的意思 那個是PASSION 對 那西班牙文就叫做PASSION 但是這一張就很適合 像《最近球技》啊 對 然後我是... 因為它就是很熱情 拉丁的感覺這樣子 然後重點是 如果你不想聽我唱歌 你可以聽我另外一個人唱歌 另外一個 我這一次呢 FIT 選一個誰 他就是奧運羽球金牌國手王祈禮 祈禮 對... 林洋沛的... 對 謝謝遠遠 PASSION 對... 難得郭忠祐跟馬國畢 一對苦難的兄弟 就陪著他來 我們現在是父子 對 我們已經變成父子關係了 對 你越講得越像 戲裡面吧 戲裡面 第一代 第二代 沒有啊 他是... 你是偷吃... 不是 正公 這是正公 這是小甜甜生的 偷吃是張家瑋 對... 了解... 偷吃這麼好父子啊 偷吃得比正公好 來 歡迎六位來賓 最近四個賽 爆爆入選一 爆爆六選一 馬國畢算前輩嘛 從這邊開始出發 好啊 第一... 第一出發也不見得我 對... 不見得 先踩錯就... 第一題 第一題答錯三個要噴 你們要好好勝選 我的天啊 請出題 很有可能 台灣送禮學問大 如果朋友開店想要送禮祝賀 可以送下列哪些物品呢 一 聚寶盆 二 金元寶 三 禪除 四 財神象 五 紫水晶 六 永生花 來 計時開始 就是先從吻的來 對啊 吻的來好了啦 聚寶盆嘛 這一定OK啦 這一定OK啦 我們先都可以 我們打安全牌 聚寶盆一定對 對或錯 一定啊 不要笑 笑 這樣做有樣力 來 帥到這裡 來... 簡單的方向應該也可以先選 晶元寶啦 晶元寶怎麼可能不是 對啊 晶元寶就沒問題 既有聚寶盆 就要有晶元寶 對 因為晶元寶都放在晶寶盆裡 放在裡面的 對啊 為什麼沒有那個 他們是一組的 招財帽 招財帽 台灣啦 台灣送的 晶元寶 對 我送 有一個 漂亮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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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死了 開你們了 誰批判中又來了 我覺得 我覺得殘廚 因為 我記得我姐開店的時候 有放殘廚 然後咬那個錢幣 她會咬錢嗎 等一下 我先 我先跟你討論一下 好... 永生花是 可以送嗎 永生花 我是沒有看過人家送花 你在討論這個幹嘛 對啊 不是 因為殘廚它有 怕會是陷阱你知道嗎 因為殘廚是要送三角殘廚 三隻腳的 它是 它是那個 財神爺的做起 它會不會是真的殘廚 對 活的殘廚 對 所以我們要先選別的 對 真的耶 會不會是風中殘廚 紫水巾好嗎 我們神敗就是神敗 我們不會出差錯 在這個方向發財 我覺得有可能 搞不好是活殘廚 那不然紫水巾好了 那財神像也不列入 財神像感覺也怪怪的 也怪怪喔 每個都怪 只會有一個怪啊 好啦 那 紫水巾啦 紫水巾 就紫水巾好了 紫水巾對貨錯 對 真的 有確定 真的 過關 好恐怖喔 那2號 5號的旗子 幫我放下來 謝謝 剩3 4 6 老師應該有常送朋友吧 沒有 但是我覺得殘廚應該是可以 殘廚殘功嘛 會咬錢 對啊 沒錯啦 殘廚OK啦 我朋友 男生被攤是他嘛 沒問題 你這樣說嗎 水鬼 殘廚 大膽啦 選擇是活殘廚耶 殘廚 殘廚嗎 選擇殘廚 搖錢啦 對禍廚 等下去 是不是 完了 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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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 因為永生花 它其實它就是不會再生長了嘛 一般如果我們朋友開店 我們都會送什麼發財樹 它是活的 它是會生長的 對啊 那你送永生花 它就是一個乾燥 就終結了 對 就停在那邊了 感覺永生花的意義沒有 這麼的 你知道 澎湃這樣 所以 所以我覺得 財神像好不好 可是財神像 我們剛才說有鬼耶 有人在送財神像的嗎 你有看過嗎 你一般的那個什麼 年曆啊 月曆 所以它可能也會有財神像啊 所以那個是還滿吉祥的 我覺得OK 但是永生花 真的假的 那個月曆好像有 你剛剛開過好幾次店啊 你說懷想一下 等一下 那我也忘記你要送我什麼 不管送什麼都到了 沒有 你可能要看說送你什麼 那個 版主標 我看一下有沒有人送我永生花 版主標 所以你就財神像 財神像 好啦 兩個神敗說的 財神像 對 貨 錯 對 貨 錯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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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大 大 我可以 我要不要 財神像喔 財神像不能送 為什麼 對啊 為什麼不能送財神 你家裡過年貼春年貼布連 那是過年應景嘛 但有些人開店的話 你會送店家財神 或者是一些神佛像 來招財開運 對... 我跟你們說其實神像跟佛像千萬不要亂送 你看有一些店家有 那可能是他自己去求的 那你直接送他的話 他如果...也許對方不需要的話 其實對他們來講 神佛像是不好處理 就像有些... 寢神容易 送神難 你是講 對 我也不是... 就像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包括刺青也不會把神像佛像刺在身上 所以你有那個人像出來的話 其實不太好 所以對新開幕的店家 他對這些是很不激 那你如果是喜歡這些神佛 你自己去買 自己去求比較有誠意 人家送...有點奇怪 是喔 對... 現在已經有一尊了 聖誕老公公已經出了 那永生花就可以喔 永生花其實可以 因為我們在講是不要送假花 假就代表虛情假意 但那個假花是早期塑膠花 很多那個命理學家就是 家裡不能擺是塑膠花 對 就假的啊 對... 十二爛頭 你講的發財術 你送也不能一直讓它長喔 要修剪喔 你如果頂到天花板 你會出事怎樣 我上次在節目講過了 我的店都還沒有到 那就是... 不是... 他沒長大 你店都大不長 他真的生意很好 後來突然間怎麼生意常常有問題 所以後來已經頂到天 又沒有人去修 他就反... 天花板就反折掌了 這樣就要修掉了 其實永生花不算假花 它是把新鮮的花拿去乾燥 對... 永生花是新鮮花乾燥的 乾燥後 讓它永久保存一下 請換人 這樣啦 剛剛說馬國畢先 馬國畢還說謝謝 噴成這樣 謝謝 你們被噴還是從你們先 是 來 請出題 好 第二題 過敏打噴嚏 讓人好不舒服 哪一些生活中的習慣 會導致你過敏呢 一 經常加班到半夜 二 晚餐後愛喝酒 三 愛吃冰冷食物 四 床單沒有固定清洗 五 冬天開窗流通空氣 六 常吃加工食品 哪一樣習慣會導致過敏 即使開始 晚了 不會 我過敏很嚴重 我是覺得一個 先選安全的啦 對啊 你們都一直討論答案好了 是 我覺得就只有這一個 是比較安全的 其他都有爭議 來 我們就先來了好不好 好 床單沒有固定清洗 完了要噴三個人 不可能 不可能啦 這不可能 不會 床單沒有固定清洗 對或錯 別鬧 別鬧 過了 床瓶 嚇死了 我覺得有可能是 經常加班到半夜 因為你經常加班的話 你就是會過勞 然後免疫力就會下降 免疫系統會下降 對 免疫系統會下降 所以免疫力一低的話 就比較容易過敏 沒錯 好像一的話應該是 滿正確的 滿正確的 沒錯 那我們就選一囉 好 選一選一 床瓶可以嗎 可以嗎 我先護著 對 來 沒錯 第一 經常加班到半夜對或錯 一秒鐘的林姐好可怕喔 那一式的牌子吧 滿簡單的 謝謝 我覺得喔 你要拿一號先摸起來 三啦 三喔 一號先放下 三是不是 就是吃冰冷食物 因為吃冰冷食物 可能它會導致呢 就是那個... 你光冰冷就會讓體溫是 是降低的 就是容易會感冒 會打氛肌 對 都不過那個被害者 來 被害者你說一下 你不要愛過敏 我之前去看中醫的時候 他們有叫我說 因為我過敏比較嚴重 盡量不要吃冰冷的食物 對 對 脂氣管不好 達到共識了 對 選擇三 愛吃冰冷食物對國壽 可以了啦 不要怕... 好險 好險 加工食品嗎 好險 那你覺得冬天開窗也滿... 因為冬天很多的霧霾 對不對 不是... 因為冬天開窗因為冷 冷會刺激鼻鼻 也有可能會打 也有肯定 可以呢 可以呢 加工食品嗎 好 加工食品 嘗試太多 因為加工食品裡面很多 太多添加物 添加物 會影響 什麼罐頭香腸辣肉 對... 火腿 所以其實會影響 可以跟... 來 嘗試加工食品 對火手 是不是 剛才講 什麼要是剛剛一樣 你們想選擇 你們要選擇的嗎 這難的... 為什麼每次都我們 沒關係 你們比較好 不然你的身材大錢 要掌握在別人手上 真的... 我覺得五 那個冬天開窗戶流通空氣 流通空氣 過敏 因為... 因為我那時候 醫生跟我講說 不要 那如果你在家裡面 比較溫暖對不對 然後你開窗戶 讓它就是變冷 就你身體又突然冷掉了 然後你又熱又冷 會比較容易過敏 可是開空... 打開窗戶流通空氣 過好啊 對啊 是好的耶 塵埋會飛出去或什麼 你反而密閉的... 家裡悶住你不好 怎麼辦 我們只要聽你醫生的話 還是親必跟的話 聽醫生的... 對... 你決定就好 我們要聽醫生的... 最後選擇的是... 五 冬天開窗戶流通空氣 大家把麥克服好 不知道噴哪一個 好 聽醫生的 冬天開窗戶流通空氣 對或走 快點 你的意思 你的意思 你是哪一間看的 你跟我講不要去 你看了多久了都沒有看好 難怪我越來越嚴重 你把眼鏡拿下 當然加班都熬夜 那個就一定會嗎 對 那個刺激的... 免疫球蛋白1 這個數字如果不正常 你就會有過敏反應 那加班就壓力大 剛剛沒提到的 晚餐喝... 愛喝紅酒 只要是酒都要小心 因為酒精裡面會有細菌啊 還有酵母菌 這些東西其實會製造你體內的組織胺 所以你就會流鼻水啊 打噴嚏 像我們...它鼻子發癢 你記不記得我們只要過敏都吃抗組織胺 對... 可是酒精是產生組織胺 所以你就過敏啊 對... 他剛剛選擇是... 流通空氣 流通空氣 很正常啊 因為空氣如果... 室內的空氣不流通啊 對啊 你的塵蠻才會多嘛 對... 瓜哥你知道嘛 就塵蠻多 還有你如果養寵物 動物的毛蟹也會多 可是有一點特別注意 因為像最近的話 空氣品質如果不好 外面已經是紙爆 那你就不要開窗 你在室內是用什麼空氣清淨機 對... 你們兩個故意的... 還好嗎 還一起謝謝我們喔 對啊... 謝謝... 還是... 換人了... Yeah 謝謝... 好... 還是從這邊先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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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們一直被噴啊 都不是我們害的人 對... 誰先搶三誰就贏喔 你們已經2比1了 2比0了 2比0 而且還說他們直接贏好了啦 不行啦 我們就不用比啦 因為結果會是一樣的啊 我們時間會不夠啊 還是你們坐在那邊一直噴... 噴到時間不夠 這也可以 我們想看看連續被噴 可以到什麼程度 好... 好... 第三題請出題 水果... 有一些籽可以吃 有一些不能吃 請問哪一些水果的籽 是可以吃的 可以嗎 對... 1...柳丁 2...柚子 3...葡萄 4...巴勒 5...蘋果 6...西瓜 計時開始 原... 我個人喔 很常吃西瓜的籽啦 我不曉得你們啦 哈囉... 我們... 先安全牌 安全牌 安全牌啊 你們搞笑 沒有...先西瓜啦 媛媛選西瓜了嘛 對...好 第一個錯 三個都要分 沒有 我跟你講 葡萄 因為吃葡萄不吐 葡萄籽 什麼 不吐了啦 西瓜啦 先西瓜啦 先西瓜啦 可是這樣嗎 因為西瓜 西瓜有人不挑 這裡面最安全的是哪一個 就是西瓜啊 西瓜 不是...是葡萄 巴勒啦... 巴勒 我都一直吃都沒什麼 是可以直轉耶 其實... 其實我們不知道 西瓜啦... 沒有 巴勒... 巴勒是最安全的 馬國畢很想噴耶 他覺得我不能少了我一個啦 巴勒籽 巴勒籽是大家都在吃的嘛 對... 這個是不去籽的嘛 對啊 我們先選安全的嘛 安全的 巴勒對或錯 沒有問題的 OK 我相信你們的 對 好 來 那我們就選西瓜 葡萄麥西瓜 我們安全的先把它選掉 好 他就... 好 他就... 你覺得西瓜嗎 老師要我們先選西瓜 西瓜跟葡萄都滿... 那就選 老師... 這麼想要趕快被噴一噴離開 對... 會不會... 這麼簡單 然後就被噴了呢 好 現在真的是 鄭老師你有把握 西瓜的紙培石是果醋 應該是 對喔 是不是 老師你不可以偷我 我剛剛還說的 你們這樣不對啦 那我告訴你 什麼可以吃啊 那你跟我講啊 不是 你不要這樣啊 不是 有一種 油萃取出來就是 葡萄籽油吧 葡萄籽油 對啊 所以葡萄籽 應該是可以吃的 對 我覺得葡萄籽OK的 如果可以吃就不用炸油了 蘋果 可是有... 我們很容易被對付耶 聽說吃葡萄籽是健康的耶 有聽說 因為有... 皮都可以吃的對不對 對啊 是葡萄籽 可是葡萄籽很硬耶 吃葡萄不吐葡萄籽 吞進去啊 哈囉這位兄弟是我要噴 你們要討論什麼 好不好 那個受害者你要討論 對 要怎樣 葡萄 葡萄可以嗎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 因為我心裡就只有一個覺得 就是蘋果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覺得葡萄可能會是安全的 那就葡萄囉 好 葡萄啦... 葡萄 葡萄囉 滿臉不能遮 臉不能遮 不是故臉 不是故臉 好... 好... 看仔細 他噴出來了 好... 超緊張 好恐怖 老師 問我 你們問你們抉擇 柚子跟柚子 其實我們中秋學的時候 剝柚子 滿常吃到那個紙 那個紙會剝掉嗎 關鍵是你要剝那個東西 那紙會剝掉的耶 可是你要剝 一定還是會留一些些在那邊 如果可以吃下去是沒有問題 柳丁還是... 但柳丁感覺是相最安全嗎 柳丁比較安全 你們兩個不要囉嗦 好... 對... 柳丁 對後錯 2 2 1 2 每一圈... 每一題都是你們決定的 我 你確定嗎 你們決定會不會3比0 1 1 我覺得... 蘋果 比那個紙的大小來說的話 蘋果它的紙其實是太大 它吃的話是會假丟之類 沒有啊 那你葡萄紙也滿大的耶 葡萄紙不會比蘋果的小 我外婆家是中柚子 對 你就... 魚嘛 我們都叫他魚外 因為他叫... 我媽的中柚子 我家是中柚子 然後那個紙 我通常不會特地吐出來 你會吃進去 我都會吃進去 但是你剛才你家的 醫生害了我們耶 你阿嬤 你是因為蘋果的紙 我真的沒吃過 柚子我吃了很多 所以我們就... 但我都沒事 你沒事 確定嗎 可是你過敏嚴重 你知道嗎 腦袋有適合 你應該就是吃了柚子 才過敏這麼嚴重 你不是問他確定答案嗎 你說你確定沒事嗎 確定柚子... 柚子... 那我們就清洗吧 媛媛可以喔 我可以 你不可以 你剛剛不是說你覺得蘋果是最不可能的 對 可以... 我們就是順利的喔 柚子 好 妳人抬起來 我們要噴著才看得清楚 對 選擇柚子 妳要不做嗎 沒想到第一棒噴的是 清理安琴啦 是耶 我們怎麼吃... 也都沒吃過蘋果的紙 都丟掉嘛 為什麼不能吃呢 蘋果的那個蘋果紙啊 其實它裡面含有化學成分 這個成分叫清乾 那簡單的來講 就是我們看電影的時候 尤其是偵探電影 它不是有那種... 自殺的那種... 氫化物 那個其實就是氫化物的成分 就是那種... 牙齒... 一旦咬一咬一咬一咬 清化物... 但是你不用擔心 因為它這個蘋果紙裡面的 氫乾成分其實很少 你必須要咬碎 而且要吃很多很多很多 你才會中毒生化 因為那個情報員 那個是提煉出來 對... 提煉很多 對...那同樣的道理 其實蘋果、水蜜桃還有櫻桃 這三個的籽裡面 都有清化物 是...那葡萄、芭樂這些都可以 柳丁、柚子、西瓜 西瓜只能吃 西瓜籽可以吃 其實像以葡萄跟芭樂 比較健康 他們叫全食物 全食物就是說 你從內到外 皮啊、籽、果肉都可以吃 那像剛剛其他什麼 柳丁、柚子跟西瓜 它就是皮不能吃 但是它的籽是可以吃的 對不對 好...2比1啊 暫時保住一席 好不好 接下來兩隊請換人 好 現在是2比1嘛 還沒人搶到3 第四題呢 變清華先攻 好 最後決定前也會是留給你了 第四題請出題 第四題 運動、健身後 常常會肌肉痠痛 怎麼做 可以有效的減緩痠痛呢 一、伸展、拉筋 二、吃香蕉 三、喝生薑湯 四、低強度的慢跑 五、吃水煮蛋 六、喝乳酸飲料 計時開始 這一定先拔了 這一定先把安全牌打掉了吧 就是1吧 1一定沒有什麼問題 對 伸展、拉筋 最基本款的 你看 你有在健身不是嗎 對 我在健身 然後我覺得1一定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肌肉運動完之後 一定要伸展、拉筋一下 好 所以選擇的是伸展、拉筋 對我說 沒錯 還可以 我注意了 換你們了 我一直覺得這個對 先拿一個安全的 好 吃香蕉嗎 吃香蕉 可以嗎 可以嗎 吃香蕉 你確定吃香蕉不都運動前才吃的嗎 沒有沒有 吃香蕉其實在跟那個生長拉筋 它是一樣意思的 真的嗎 它會讓你的肌肉會稍微比較 沒有那麼緊 網球選手打到一半 都會吃兩根香蕉 繼續打 他們不是補充熱量 是要舒緩症痛 對 是這樣嗎 然後跑馬拉松 它補給在也都是有香蕉啊 好 選擇的是 吃香蕉 對喉 嚇死了 來換 我覺得4滿 低強度滿 低強度的慢跑 因為我們 譬如說騎腳踏車騎很久的話 然後騎很長一段距離 然後騎完之後 我們會再來一段慢跑 把那個乳酸排 規復掉了 對 所以我覺得低強度慢跑 就OK的 運動員打完球會在那邊 拉輕軟身 軟身 他就收操啦 對 收操 所以要低強度的慢跑 低強度的慢跑 對 沒錯 來 還好 還好 又來了喔 應該 我們要重新repeat一次喔 我覺得乳酸飲料 你覺得 乳酸飲料 有幫助嗎 當然喔 這補 補充 補充 補充補充 補充 撕水煮蛋是補充蛋白質 但對減緩酸痛有幫助嗎 如果是喝生薑湯 我們三個現在一個人一個答案 如果喝生薑湯 喝生薑湯我是同意啦 因為你喝了身體暖暖的 它其實也是可以幫你放鬆肌肉吧 對啊 因為各種運動 好像就是只要舒緩 它就是可以用熱的方式 讓你舒緩耶 你們現在其實棒次落後 如果你們三個都討論完 等一下你們也是被選擇的命 對 你是選擇 因為他在選完你就只能被本 對 媛媛你決定 我覺得 最後你覺得呢 我們有共識好不好 我們一起說出的答案 我覺得乳酸飲料 好 聽運動員的... 好 六 乳酸飲料廣告不是都會說 運動要喝嗎 對嗎 還是一個網球的那個 對嗎... 那是運動要喝乳酸飲料 可是那不是運動飲料 確定了喔 對 喝乳酸飲料 演員說那是運動飲料 乳酸飲料對或送 你那個水煮蛋為什麼不去選呢 對啊 山泉水煮蛋 對啊 每個運動不是叫你吃三顆 四顆水煮蛋 運動會痠痛就是因為有乳酸 對嘛 還要補充乳酸 對 而且我剛剛跟我講 我剛剛說還要排乳酸 要排掉啦 對啊 吃水煮蛋是補充蛋白質 即使我走到這裡 我一定會選我比較把握水煮蛋 安全的 他很奇怪都不去選那種 芭樂劑也不算了 這兩個站上去腦袋 就不知道跑到哪裡去 對啊 乳酸飲料就是飲料啦 它只是一種口感 讓你覺得說有味道 但它跟什麼運動肌肉什麼 都沒有關係 它也不會增加也不會排 對 酸就酸乳 不過剛剛反過來講 其實生薑湯是有用的 為什麼 因為有人有研究 做過研究以後發現 不管是生薑 還是你煮過的熱漿 其實他們都可以有效減緩肌肉的疼痛 那吃薑黃呢 也可以啊 也可以啊 不管是哪一種薑 薑黃你會比較 薑黃你會比較方便嘛 好 獲勝者是我們 對聰明帥哥 耶 你們有100秒 進行我們的分秒必勝獎金賽 分秒必勝獎金賽你們有10萬塊 每一個人答題其他不能干預 來 第一題便慶華請錯題 趕快按喔 過了3秒 4 我選的是B 放低 你選的放低 是B 放低 因為要讓那個血液就是流下去 流透 我看曾老師在看你 什麼 選錯了嗎 所以你選擇什麼 我好 我當然要選抬高 抬高 他想放低他一直看啊 為什麼不行 是抬高嗎 就像我們穿高跟鞋站一整天 因為已經腫脹了嘛 就是說他可能血液如果再繼續往底下流的話 好像沒辦法散掉 抬高嘛 好像是 好像要抬高 你為什麼要冰敷 冰敷讓他血管收縮 讓他血不要下去 對啊 你怎麼會讓那個血液流通 是不是 好啦 讓我噴成這樣子 我錯 老師的雙眼發紅 我們要小心一點 一定要獎金 問運動員啊 郭忠祐 抬高 因為抬高他血液才會往回流 才不會腫 越來越腫 那請問要再喝那個乳摔飲料 還是 應該是喝運動飲料 對不對 心情好啊 還是送他才神像會好的歌 甜甜的 你們都壞耶 得罪這一批人呢 既仇可合 毒蛇 毒蛇 所以選擇放低對火索 哇 不妙 抬高 抬高 對不對 大部分的扭傷呢 兩三個星期就會自己好 但別因為因此而輕忽扭傷的嚴重性 要記住喔 那個 記住那個口訣 口訣怎麼唸的 P-R-I-C-E 就Price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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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錢耶 對 但是他這是單字啊 主要的P-R-I-C 各有各自的意思 分開的字五變P-R-I-C 有P就是 保護 保護 對 英文很好 因為他 R是REST 休息 對 R是REST I就是冰膚 對 C是壓迫 對 對 E就是抬高 對 受傷24小時可以盡量抬高 高於心臟的部位 高度高於心臟即可 對 就你不用劈腿在那邊一字嘛 抬高就好 對 所以這個口訣就是P-R-I-C-E P-R-I-C-E OK 接下來請扣三萬塊 對 謝謝你們 對 謝謝 謝謝 第二題 黃豪平請出題 加油 因蔡依林而打開知名度的折手舞Vogueing 是因為什麼原因而取名Vogueing的呢 A 手彎曲的英文 B 模仿時尚雜誌手勢 C 會族專屬的舞蹈 請作答 Vogueing Vogueing 秒數再跑 直接再走 剩下56秒 B 貴族的專屬舞蹈 貴族 不是模仿時尚雜誌手勢嗎 我覺得不是 那應該是 大家有各種不同雜誌 很多雜誌都 我知道有一個雜誌就叫Vogue Vogue 但是應該是有其他的東西 我覺得貴族的專屬舞蹈比較像 因為其實最早 我看過那個誰 瑪丹娜還是誰 有一個 瑪丹娜才有 對 就類似這種 早就已經有了 對啊 所以那個東西應該是 也許是這個過來的 就也許在西洋已經猴了 那時候聽說瑪丹娜是為了這個 時尚雜誌 Vogue這個雜誌 是不是 去研發出這個舞嗎 對 那蔡依寧只是把它打開 對啊 因為Vogue的封面很長 很長就是很多人會走 對 心裡還就吸小瓜嘛 對 這樣 走到這樣 老師 老師 把Vogue變成動詞 Vogue Vogue 是不是 老師 等一下就靠你了 對 已經賣錢了啦 再靠個上 翻譯老師 對 得獎也要靠老師 有什麼專屬的舞蹈 對話說 3 2 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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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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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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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扣3萬塊 沒有 還有2萬3 再你一句說 com puedo扣光光 不是 老師 等一下我們除以三 你拿多的那個部分 就是余兒和的部分 你多拿 老師說我都要 那回到 沒有啦 還是老師 你們要注意到之後 回到輪的話 就都沒了 不是 給我打一條 因為他們獎金應該 好像第二輪的沒有 沒有... 第三題... 請出題 在新闻常常会听到 草菅人命这个词 请问草菅指的是什么呢 A 草席 B 田梗 C 茅草 请作答 老师 时间 老师 草席 他按完还没打 草席 所以用了只剩下16000 为什么想那么久要想草席 因为不知道正确答案 你认为超秋 超滚滚滚的 以前是这样的 卷一卷 对 其他两个看起来都不大可能 总不可能 不用啦 以后他走的 就是用草席滚一滚就可以 不用买棺材或干嘛 就比较... 对 人性命的不尊重 他们两个都错了 我不能戳一堆 没有道理啊 谢谢老师 所以我们留个面子 因为草煎这个煎下面是一个 很像一个管制啊 也许会让人家想到细长的东西 茅草 所以也许什么茅草甜梗也有可能 嗯... 好 选择草席 对或错 3 2 1 草煎人命乘语的煎是一种茅草啦 看待杀人像看待割的茅草一样 轻忽人命嘛 对啊 残害人命 任意杀害 任意杀害 就割茅草不是... 对 对 哇 我们三连错 对 对啊 然后其实这样子 这样就不能怪我们了 对... 没有怪我们了 就错一题 你们也不是第一次这样的 很多人都... 要请过三万块 你们应该开心啊 这A组不能完成 7组有70秒 B组 来 B组70秒 请就位 Yes 第二组70秒 也是郭忠祐先打了 第一题 请出题 全民疯怒跑 请问在跑马拉松之前 建议要先做什么事呢 A 喝咖啡 B 请一天吃饱饱 C 泡澡 请作答 喝咖啡 你看你用了快八千块 八秒 好多 这个好难哦 天啊 都没有我想要的答案 你想要乳酸飲料 喝咖啡比乳酸飲料好啊 是吗 对啊 提神 他还可以卖人籽 对啊 咖啡是... 是那个利尿剂耶 对 像沙利玛啊 对 如果你喝咖啡 你就跑的时候 你会一直想上厕所 对 这样就对了 所以你流汗就可以代替了 有的不是跑着跑着 自己就流啦 因为你在流汗 谁就去跑厕所 对啊 对 跑着跑着 你看42公里的就尿啊 直接尿啊 我们骑脚踏车也是啊 一边骑就一边尿啊 不是 因为马拉松都很早就开始跑 所以喝咖啡比较有精神一点 而且咖啡因为会让人家兴奋 对 对 选择喝咖啡对火索 3 2 1 耶 耶 迷路 运动赛事是很健康的活动 但医师建议啊 运动前喝咖啡有助于提升肌肉 肌耐力 爆发力 有氧耐力等等 对 而且前一天的晚餐 其实你要尽早吃 对 避免食物 你如果在当天晚上没有消化完毕的话 对 你隔天一大早又去跑步 其实会影响到你整个跑步的表现 对 而且你也会让你上 在跑步的过程当中 上厕所的次数增加 嗯 马果斌 第二题 请出题 小时候看大力水手普派 每次吃完菠菜之后 就会变得力大无穷 请问菠菜可以带给人体 什么好处呢 A 排出结石 B 舒缓肌肉酸痛 C 保护眼睛 请作答 这不都很难按 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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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缓肌肉酸痛 B啦 B 舒缓肌肉酸痛 花了9秒 菠菜怎么可能排结石呢 它反而会结石 这个炒 对 像我们去开那个 剩结石 开完的时候 你要避免哪些食物 菠菜 菠菜就不能了 它跟那个草酸盖 菠菜跟豆腐一起 豆腐行啊 很容易 所以怎么可能会排出结石 那个保护眼睛 可是妈妈都会说 小孩想要多吃菠菜 保护眼睛什么之类的 叶黄树 它都看绿色植物 深绿色啦 深绿色蔬菜 可是大绿水手都是 比较有力量 对 吃完就变很有力量 对 所以会不会是舒缓肌肉酸痛 不酸痛 叶绿素 所以它就可以很持久 从来没有表演过 大绿水手眼睛变很棒 不是喔 只有被打了 眼睛会凸出来 不是讲到叶黄树吗 会不会其实 菠菜里面 不要看它绿色 它有叶黄树之类 有啦 其实蔬菜都会有叶黄树 只是 多少 多或少而已 而且我们今天题目 跟肌肉酸痛都很有关系 对啊 对啊 害我肌肉好酸痛 你是很紧张吧 对啦 舒缓肌肉酸痛 对或错 三 二 一 一 好 保护眼睛 保护眼睛 叶黄树 你不是说有叶黄树吗 我常说叶黄树喔 营养师表示菠菜含有 丰富的维生素A 100克煮熟的菠菜当中 就含有每天要需要的95% 有利防范叶黄症的发生 对 那你平常保护眼睛 会用到的叶黄树跟玉米黄树 其实菠菜里面都有 所以菠菜不错耶 是 好 请扣3万块 好痛 跟你一样咯 没事啦 2万多我帮你们花光 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进行第三题了 有2万3千3 第三题请出题 要讲 红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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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只是暗 对 消水种 这还用讲吗 红豆水也很有用 也有 可是他说一年四季 但他前后可能不一定是讲同一件事 像刚才讲那个大力水手 后面跟鸡肉也没关系 对 对 都是陷阱 对不对 我也觉得 但这题是不是有对我稍微比较好一点 因为其实我们进一题来看 很多艺人他们代言 都是什么红豆水 消水种 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第一个想法就是 以前还有艺人 对 还有艺人水 艺人水 因为像他这中医 你们都对我很好 因为我爸就是中医师 没有 然后呢 我们家里呢 就会常常煮一些那种红豆水 就让我们就是消消水种 然后补补身体这样 这你唯一有争议就是那个黑豆 对 黑豆是在干嘛 黑豆我不知道 日本黑豆吗 黑豆营养价值其实蛮高的 蛋白质 那不是针对消水种的 红豆水真的 大家都知道红豆水是消水 但你不能加它很甜 对 就是红豆纯煮出来的水 对 而且红豆一年四季好像都蛮常看到的 好 选择红豆 对吧 3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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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师表示具有补血功能的红豆 最适合一年四季食用 具有清热解毒的功能的是绿豆 绿豆 所以它是在夏天比较适合吃 因为降火气 那黑豆呢 那黑豆其实它是配合季节养生的观念 在注重黑豆反而是冬天 因为冬天我们养肾 所以可以吃黑豆 所以应该是以形补形 那种豆类都很像肾 很像肾 对 但这边我有句话想对我队友说 你要找医生找我爸 你不要去找你那个医生 找我爸 我怎么可靠 继续第二轮的郭忠祐 加油 来 请出题 好 在台湾习俗中 元宵节时会摸春牛 请问想要祈求长寿的话 要摸牛的哪里呢 A 头顶 B 嘴巴 C 耳朵 请作答 耳朵 好 选择耳朵很快耶 这是很乱 为什么断想要选耳朵是 一块没时间的刚才选一个 那刚刚老师反应很大 因为我们 喜欢牛耳老师 不是如果长寿的人 耳朵都会比较大一点吗 耳垂比较大 所以是摸耳朵也是一种 直牛耳 直牛耳 是专业嘛 就是一种长寿的象征 直牛耳会不会是求公民 因为他是这个权威的概念 对 但是我知道华尔 感觉他比较像果恩老师 对 但我知道华尔街那头牛是摸蛋蛋 对 摸蛋蛋 对 所以他枕头牛最亮就蛋蛋 没有蛋蛋这一期啊 没有 他是问长寿啊 蛋蛋是求纸吧 嗯 求财 求财摸蛋蛋 求财 虎尔街的都是 摸头顶 因为牛是嘛 对 这条摸嘴巴会不会长寿呢 这习俗是摸真的牛的话 会不会嘴巴会有点危险 手过去会有点危险 没了 头顶呢 老师说头顶啦 老师觉得 牛毛 多鲁牛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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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鱼头 给你好猜头 摸鱼 摸鱼 给你吃百里 吃百里 有 有 有 全部都可以摸 哪有机会都 如果是戏固人这样 摸鱼 摸鱼 吃百里 摸鱼 摸鱼 大富贵 大富贵 摸鱼头 好猜头 摸鱼 摸鱼 吃百里 好 这个有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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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会 这个有机会 选择耳朵 对 对喔 摸鱼 好厉害 摸鱼 摸鱼 會大来大吉大利 依照手摸的部位 祈求不同的福气 摸鱼头 摸鱼头 怕鱼会出头 摸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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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 真的有 居然还能编出答案 真的 好强 太压了 超强 OK 介绍马国币 好 你现在一万九千万 马国币第五题 请出题 半夜解馋想吃咸酥鸡的话 营养师建议 可以搭配什么一起吃 来帮助排毒呢 A 可乐 B 甜椒 C 牛奶 请作答 排毒 排毒 什么东西 快点回答 13秒 A 可乐 选择它很亮 算12秒 可乐 我选可乐 我选可乐我不如选甜椒吧 对 这个毒上加毒 对 对啊 不是 可乐不是蛮那个的吗 可乐不都不跟别人讲话 解膩是不是 可以 那个吗 解膩还说解酒精 排毒 可乐比较解酒精 排毒就 牛奶 我们以前喝漱口水 不是 那个中毒的时候都已经喝牛奶 对 咸酥鸡有这么堵吗 很毒 应该是 牛奶是蛋白质 它进去你体内 会先吸收蛋白质 所以你再吃咸酥鸡 可能比较不会胖那么快 嗯 但我记得可乐 还是要胖了 但我记得可乐好像可以清肠胃 是不是 因为它的那个腐蚀性很强 不是 一般你吃到那个味精很浓的 马上要喝可乐 对啊 好像是 嘴巴怎么都觉得很怪吧 酒精重 味精重的 可乐是可以结味精 对对对 咸酥鸡好像蛮多味精的 对啊 那蛮有机会 可是大家通常在排毒 在讲的就是喝那种蔬果汁 不是吗 因为就是早上起来 一杯那种蔬果汁可以排毒 嗯 所以会不会其实是甜椒这种植物的东西 对 我三个来讲 甜椒是比可乐更有 那个它的功能在 对 但你又说 你又说牛奶有排毒啊 蛋白质啊 嗯 可是牛奶搭配咸酥鸡 会不会反而重点 这是什么味道 会拉肚子 对啊 会不会重点 牛奶吃咸酥鸡 很可爱 对 选择的是可乐 对或错 甜椒啊 甜椒 甜椒啊 对啊 对啊 营养师指出当初 当初我们吃下高温油炸的食物时 可以搭配甜椒一起吃 将体内的毒素素素排出 因为甜椒含有许多维生素C 对 因为我们吃的炸物里面 假设含有的是硝酸盐 就容易在体内产生亚硝酸等致癌物 所以你要多补充维生素C的蔬果 就可以预防亚硝酸盐 好 请扣3万 好 请扣3万 为你谢谢两组来宾 今天谢谢两组来宾 大家的光临 打开卫视中文台 欢乐亮起来 谢谢 谢谢来宾 谢谢 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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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笑